本次提问,为什么图书馆不是随机所有武器,而是只随机十八把武器呢?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也有想过,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分析,原因应该有两个 一,武器太多太耗时,实际现在的图书馆是十八把武器,每局的游戏时间为十分钟 但正常玩是玩不了十分钟的,一般五到八分钟就结束了,这个时间是刚好的,不长也不短 可如果图书馆是随机吃鸡的所有武器,那每一局肯定都是玩到十分钟时间到了为止 一局的时间就太长了,而且武器也用不完,就会导致游戏节奏很慢 因为只要保证十分钟到,枪械领先对手就行了 如果延长一局游戏的总时长,那游戏时间就更长了,玩家玩起来会很累 真的没必要加入这么多枪 二,玩家喜欢随机的刺激 如果图书馆加入所有武器轮换的话,那游戏就没有刺激可言了 因为每一把枪肯定都会用到,游戏会少了很多未知的刺激 而现在是十八把武器轮换,随即到哪一把枪都是看运气 游戏玩起来会更紧张刺激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好啦,我们下期见